这次我来香港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走到大街上很多的书报摊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书报摊 我看到了很多书报摊上 真的是公然的在出售色情杂志 黄色杂志 我看到那个小孩子 就在那这么看 五六岁 他的妈妈站在孩子的身后 很麻木 另外我了解到 好像香港也有红灯区 但是政府对这些好像不干涉 这是合法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现在这个社会的染污 是严重到极处了 家庭里面有再好的 能力道的教育 一走向社会就保不住了 他没有那么大的定力 他没有那么高的智慧 他没有那么深的远见 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 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就知道 全民的伦理道德英国教育是多么重要 因为香港它是资本主义制度 受西方影响 对 一百多年 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错 刚才您讲走向社会 那有的家长说不要走向社会 我的孩子在家里面看电脑 一打开一上网 什么都有 对 没错 这防不胜防 这怎么办 没错 没错 所以现在 你六根所接触的 无疑不是世界末日的征兆 你说多可怕 那想到这一桩事情 那我们可以说是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们尽心尽力做一点 做一点 试一点 对社会影响不大的时候 对自己好处大